都要养成一片慈悲之心 佛祖说 一切有为的善法中 救护友情的生命 功德利益最大 在20年以前 我就开始重视放生了 肯定造过很多可怕的杀业 以前吃过很多海鲜 有生之年就多放海鲜 数量上减量超过你所杀害的数目 确实 救护众生一命 这种恩德特别大 救护众生的功德最大 在20年以前 我就开始重视放生了 既然放生功德如此之大 确实 救护众生一命 这种恩德特别大 有时候还能急升赶果 唐山地震中 就有一则狐狸救人的故事 有个人曾放过一只狐狸 唐山地震前 狐狸咬住他的鞋帮 拉他出去 当他随乎里来到院子时 大地震发生了 都要养成一片慈悲之心 佛